你好 大家好 杨老师好 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来讲一下设计的问题好不好 我们好像没有讲过设计 还是你问我吧 讨论 因为之前都没有讲过设计 很多设计的学生都在问 那我今天先讲一个比较宽泛一点的 问一个设计跟艺术在思维上有什么差别 很多人就觉得艺术就是设计 设计就是艺术吗 你怎么看 如果要简单的从现象出发定义 所谓设计 就是要为他人服务 受委托 有主顾 所谓艺术 他是不应该广义来说为什么具体的人服务 在相当程度上艺术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或者说是为自己负责 虽然有些艺术社会学认为最根本来讲艺术是为什么服务 OK没问题 我们不讲这个 所以我讲的是现象 也就是说简单来讲这一句话 设计要有服务对象 艺术没有像设计那样的一个服务对象 那么就决定这两种方式的不一样 有服务对象就得到受委托 你就必须考虑委托者的意见 广告界两句最有名的话 据说是著名的广告人奥美说的 第一句话叫做 所有顾客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 你的本事在于你是否说服顾客接受你的方案 这是设计 而艺术如果说按照一个正常的环境 虽然我们有艺术市场 艺术也是一种高级的商品 或者为市场服务 但是从来是市场去选择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而不是相反 过分迎合市场会不会成功 可能会有 但总体上其实是市场选择艺术家 这是决定的艺术的所谓原创型 就是说艺术是一个基于个人的感受 或者个人情感的一种独立的表达 这是两个最大的区别 那么这个区别就决定了这两种样式的参与 我觉得我们这样讲的持不守 所以就比较简洁 但是虽然这样表达比较简洁 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两个设计跟艺术 它既有很多方面是交叉在一起 又有很多事还是有很具体的分别的 比如说在创作上 有时候设计跟艺术 它的方式就很不一样 就好像 对 其实你说的对 刚刚我说的是现象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回到艺术史 包括设计史 我们就发现 这个现象也不一定 都能够概括历史的事实 都能够指认历史的事实 而历史的事实是 尤其在十九世纪末 由英国开端的叫做社会主义 新公益运动 不像社会主义 它叫做新公益运动 它的这个推动者 就是著名的字体和文样设计者 威廉·莫里斯 这场运动对欧洲影响非常大 是从欧洲发源的 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推动者 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 英国的艺术理论家 拉斯基 这场运动 按照威廉·莫里斯的口号 他的口号很简单 就是让生活 让艺术化 让艺术生活化 不应该人为的 区隔艺术和设计的分别 艺术和设计 就是一个回数 那么这个运动的最早的呼应 就是德国 德国的呼应 德国和英国上都不一样 英国是个个体行为 是个民间社团的行为 是个艺术家 圈子里的一个行为 德国变成政府行为 派出一个政府官员 叫穆休斯特 去英国考察 英国考察 然后 回来 可以说是智障而下 或者从精英阶层推动 德国也在推动 设计的急速发展 他的结果 也是众所众之的 1919年的巴浩斯学院 巴浩斯学院的校长 叫格洛平乌斯 他是个建筑家 他是个建筑家 他在 阿浩斯的宣言里边 也是突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思想 就是 打通艺术和设计的通道 让生活 艺术化 让艺术生活化 不要区隔 艺术和设计的区别 这两个人的口号都是一样 说明把艺术和设计 或者把设计和艺术 设为一体 而把艺术的创造 和生活审美的提升 同样设为一体 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的一场重要的运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其实当代的艺术 或者当代的设计 是不可分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所熟知的 现代艺术史 背后就是现代设计 同样 我们如果想了解一下 现代设计史 我们也不能离开 现代艺术的发展 今天我们好像 做艺术的人只了解 现代主艺术 做设计的人只了解 现代主艺设计 这不对的 他们是一体化 这一点我要强调一样 这一体化 从莫里斯的 这个新工艺运动 到德国的八号式 到法国的新装饰主义 他们是一体的 他们一体的总体目标 就是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就是要把艺术和设计的 区隔 去掉 不要以为设计 就是服务于生活 而艺术是 纯粹的精神现象 前面说艺术和设计不一样 设计是为人服务的 艺术是独立原创的 但是后面的话题是反题 其实艺术和设计是一体 关键是 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是 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就有这么一场运动 这个运动的核心 就是要把艺术和设计 设计为一体 打破艺术和设计的区隔 以及强调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 这三个为主体 影响到很多地方 比如说刚刚说到 德国 八号师成立 他们的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是 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 而 威廉莫里斯 所掀起的这个 新工艺运动 他的木板也是 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 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区别 这个重要区别就是 莫里斯强调 真正的 设计 如果要具有和艺术一样 高贵的品质 他必须是人工 人工描绘 人工做 也就是说他强调 设计的手工价值 因为手工是极其 珍贵的一种传统 但是德国相反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认为 这场运动背后是工业化 德国认为 如果现代设计 没有和工业化的这个 趋势向一致 他将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 成本国业昂贵 当成本国业昂贵的时候 他就不能 普及 无法大众化 那又如何改变生活呢 就是 发生在这场运动的 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就是 强调手工价值 和强调标准化 因为按照莫里斯的观点 当我们强调手工价值的时候 其实他是反对 大工业所带来的标准化 流程 但是 手工化就贵啊 蛮贵啊 为什么工业产品 能够流布全球 占领市场 它便宜啊 那便宜的原因 就是标准化 所以德国一开始就认为 不应该抛弃标准化本身 而应该把标准化 作为一个审美目标 这是巴浩斯的目标 所以 巴浩斯的第一任院长 是格鲁皮乌斯 他是个重要的建筑家 那么我们所今天知道的 这个 五十年代以后 风靡全球的 这个建筑风格 这个国际主义风格 International style 它的溯源就是 巴浩斯 就是格鲁皮乌斯 这些著名的口号 很多人都 跟杨约淮的 那句口号 叫做 少就是多 装饰就是罪恶 其实 我们今天都把 这两句口号 做了一个审美的解释 少就是多 导致极简主义 装饰就是罪恶 这个繁华过度的装饰 就是一种 守旧或者是一种 虚伪 其实 当年这两个口号 是个经济口号 为什么 是因为 以格鲁皮乌斯为例 当时德国要解决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随着工业化 大量农村人口 进城 他们住什么地方 他不可能住别墅 不可能住航号公寓 哪能够对付这么多人的住宿 所以必须要快速建设 必须要建公寓 快速建设 你要搞什么装饰 还提高成本 提高成本 普通人怎么居住 当时又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大城市 城市扩张以后 要解决城市人的居住问题 居住问题就必须盖简介了房子 少就多 房子过于装饰 成本过高 成本过高 普通人怎么买得起 所以装饰就醉了 而格鲁皮乌斯 建立了巴浩斯学院 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当然他拖了几年采取实践 就是要建立一个专业 什么专业 叫建筑经济学院 建筑经济学院告诉我们 如何又快又好地盖房子 而且要为这个又快又好所盖的房子 这些审美辩护 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著名的德少巴浩斯的那个校舍 就是格鲁皮乌斯的作品 那个就是直线横线 没有所有 没有弧线 弧线是最后来 这个变成一个 纯审美的理想 不是真的不是 当时这个 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真正说明什么呢 说明 艺术和设计的纠缠的复杂程度 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一开始说 先说一个正题现象 艺术和设计是隔离的 再说一个反题 这个反题就是 在20世纪初的那些 艺术和设计界的精英们 他们试图调和这两种 试图使艺术和设计 统一起来 但是背后推动却是经济 就是工业 那么纠缠的结果就是 这个统一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因为德国人是正确的 当莫里斯把设计和手工结合的时候 最后享受得起的是贵族 是有钱的 普通人怎么享受得起呢 而 德国 他的目标就是要解决标准化和审美的差别 而八号市也经过一个折腾 一直到了第二任著名的那个纳吉 进来八号市 才开始明确的 把八号市的教学方向 引向什么 工业产品式的设计 就出现了最早的热水壶啊 要不上啊 等等 然后这些今天这些八号市的这些标准化的产品也成为经典 而英国也必须接受这个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低成本 才能使更多的人使用 所以整个艺术和设计的背后都是工业化在推移 而工业化带来了诸多的矛盾 就一直就算在这个艺术和设计的两个领域 他们互相既是配合又是对峙 又是互相瞧不起 但最后又总是走在一体 走在一体的结果 结果非常有意思 还是以八号市为例 课多皮肤师建立八号市 取消教授和学生的称呼 这个学校里面只有师父和徒弟 只有师父和徒弟 所有学生都是徒弟 都是工人 所有教授的师父都是春天主任 而且哥多皮肤师还要提高 比如说木作 比如说纺织 比如说图案设计 比如说烧池 那些师父的社会地位 希望他们的地位和基础课程的 那些教授的社会地位一样 如果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人记得 最早的包括是陶瓷作坊的建立者和设计者 最早的这个 布公 作坊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是谁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包括学生有两个伟大的艺术家 一个叫康宁斯基 一个叫克林 当然不只是两个 还有 是吧 还有几个 都非常聪明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还是最后回到一个老话题 艺术营的名声 艺术营的巨大的社会名声 这个巨大的社会名声 也导致了他们的作品的巨大的回报 反过来设计家们 他们也要获得名声 所以尽管这两者互相纠缠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的 越是知名的设计家 越是有思想的设计家 越强调我其实是艺术家 而且真的有人 这么些获奖的建筑大师一样 就像好像 沙哈哈迪亚这些 对对 反过来呢 艺术家有先天的优势 但是当他们要解决他们的回报的时候 他们也面临很大的创新 压力 优优势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